比如说这个1.25 你看 比如说1.25这个数字 我就想把他谁和他放在一起 0.8对不对 0.8我刚刚已经分出来了 我已经把这个0.32分成了0.8和0.4了 对吧 好 我可以啊 1.25和0.8放在一起 然后继续有人说老师 那接下来的符号我怎么写呢 还是称号 因为这道题里只有称号呀 对吧 然后再把试号朋友的数字放在一起 康妮妮回答一下 2.5要和谁放在一起 然后0.4大点声音按下一次 OK要和0.4放在一起 然后呢 你们会发现啊 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孤单的数字 一个孤单的数字 它是没有好朋友的 我们要带着它一起玩 记得把它加上 OK啊 这样我们就把刚刚那个数字 第一个把这个数字拆了 把进行了拆分 然后呢 我把它们换了一下位置 你瞬间再看这个算式 就变得很简单了 你看 这个数字是一组好朋友 这个数字是一组好朋友 好 我们首先先算第一组好朋友啊 好 你们在算的时候会发现 老师小数点好多呀 先把它当成整数啊 看定一 先把这个算式当成整数 我先想一百二十五乘八十多张 OK一千啊 好 然后再想 这总共合在一起是几位小数 乘出来 好 这乘出来 佩萱是几位小数 嗯 三 三个 佩萱我的问题是几位小数啊 几位小数 你可以说一位啊 可以说两位 可以说三位 这样就回答 好 OK啊 这个合在一起 肯定是两位小数啊 对不对 他一位 他一位合在一起是两位啊 所以一千的两位小数 爱妈是多少啊 一千的小数 在这里一位 两位小数是十啊 对不对 一千的两位小数是十 你可以给他点上个小数点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再来看这个二点五乘四啊 首先先算整数二十五乘四是多少 来佩萱二十五乘四 二十五乘四是一百 OK一百啊 然后你们再把它的小数点加上 二点五乘零点四十几位小数 两位小数对不对 一百的两位小数是一 OK啊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再乘一个后面的零点五 就可以了 你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哎 刚刚这个地方打错了 怎么点减十了 好 接下来你们来看一下 一乘一乘零点五是多少 为什么是一点五啊 它这里也不是加法 一乘一等于一啊 宝贝 一再乘零点五是多少 哎 零点五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零点五 嗯 我说一下啊 就是像在这里 特别是算式比较长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点的时候 就会点错 我真的很容易点错啊 你们一会在做的时候 绝对也会觉得这种 算是点错了 不想象 刚刚老师也不算你点错了 我跟你们说一下 点错了可以怎么操作啊 就是可以点这个按钮 就可以回过去 比如说这里点错 你就把这里往删掉 把这里点错 你就回过来 把这里删掉 就可以这样啊 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题 我花了时间比较长啊 我发现大家在这里的时候 嗯 会比较考验 大家的一个计算基础啊 好 这段题的话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这个题目 它是用找好朋友的方法去做的 很多宝贝在万等司 上了比较久的课 已经会比较熟悉了啊 就看到 125下意识就会去找8 25下意识就会去找4 因为这些数字 就是他们的 地区人聒